眼前的这个女郎美得不可方无 清香和葡萄酒是她勾引男人的力气 一身露背装更显出了她的知性美 不知有多少男人 已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她那动感妖娆的模样 不禁让一旁的古董画家小田侧目 回家后小田变得了相思病 更是对女郎念念不忘 她摊坐在沙发上 一想着和女郎的种种 然而就在她大脑放空时 门外却突然响起了脚步声 突如其来的砸门吓了她一跳 不明所以的她透过猫眼向外看去 原来是她的前女友又喝醉了 前女友一直对小田还抱有幻想 期待能破镜重圆 但殊不知她心爱的男人 已经被另一个女人勾去了魂 第二天清晨 前女友打开小田的画稿 画上的女郎让她眉头微粗 她总觉得这个女郎有些奇怪 然而就在她疑惑之时 她的身后突然闪过一个黑影 前女友赶忙悬生看去 却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但殊不知就在她回头的一瞬间 画上的线条竟勾勒出了一张人脸 正向她缓缓靠近 好在小田推门而入 前女友这才将画个还给了她 事后小田一个人来到书房不画 然而就在她低头拿颜料时 却见到了一双黑色的腿 小田被吓了一跳 可等她抬头看去 屋子里并没有其他人 回过神的她 想要俯下身再次确认一下 可那双腿已经不在了 小田简单地认为 一定是自己过于劳累 这才看花了眼 所以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夜晚诡异的铲铭声 刺激着她的神经 小田始终望不掉女郎的模样 而第二天在酒吧 见到女郎的那一秒 她确认自己就是一见钟情 但她殊不知 眼前这个看似貌美的女郎 其实还有着第二副面孔 回到家后 小田疯了一羊给女郎画像 从没眼到发烧她都静一求紧 甚至陷入到颠恐的她 情不自禁地对着女郎的画像吻了上去 但就在她吻上去的那一秒 画中女郎的眼睛动了一下 随后从相框处伸出一只大手 和小田紧紧相握 好在前女友及时赶到撤下了那幅画 她质问小田是不是疯了 但早已磨正了小田 却认为女友坏了她的好事 气急败坏之下摔门而去 事后前女友环顾了一下四周 她却诡异地发现 所有的画像好似都能看见 女郎的一丝神韵 然而就在她惊恐之时 她突然发现手中的画 冒出了女郎的模样 前女友背下的摊坐在地 此时她抬头望向天花板 竟有十几只眼睛思思盯着她 而另一边无法抱的美人归的小田 独自一人来到酒吧消遣 却在这里欧遇了女郎 她挑逗着小田的神经 终于她这次带着小田回家了 女郎家里养了很多猪龙草 她告诉小田 猪龙草这种植物 用自己当作优儿 吸引了猎物上钩后 会吃掉她的身体 女郎提出要小田 尝尝猪龙草的职业 受尽蛊惑的小田 想也没想便把职业一饮而尽 但下一秒 女郎突然消失不见了 而此时发觉女郎有问题的前女友 拼命打电话提醒小田 可惜为时已晚 小田突然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她跟着声音走进迷失 却看见玻璃柜里养了一大猪猪龙草 而她惊恐地看见 拿来饲养猪龙草的竟是火人 此时女郎露出了真面容 原来传说猪龙草的职业用人血滋养百年 便会拥有永保青春的生肖 这些年来女郎引游男人回家 就是要用他们的血液滋养猪龙草 小田夺门而出 却迎面撞上了女郎孕育的焚身 她的血液和植物的植液融为一体 芝曼缠上小田的身体 想要把她占为己有 小田挣扎着趴向门口 但突然她在家中醒来 仿佛刚刚的一切只是一场冷貌 但殊不知她已经被女郎通化 亦是会一直活在美好的幻想中 可她的身体将成为 女郎饲养猪龙草的养料 等到前女友赶来 化为怪物的小田 已经无法再苏醒过来 她终究挨错了人 她终究挨错了人